有谁胆敢后退一步 我的侠枪 我绝不答应 我郝孟林退后一步 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 让你必死之心 事无贪心之意 他是新口会战期间 牺牲的最高职务将领 也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孟林用自己的一枪热血 告诉来犯的日军 中国的土地不容践踏 毛主席称赞他为 崇高伟大的模范 新口的战士在南淮化打响后 日军凭借飞机坦克大炮 对南淮化守军造成了巨大伤害 第九军军长郝孟林 当即过21师的两个团增援 同时魏力皇也派出一个旅 配合郝孟林夹击日军 最终击毙3000余人 而在南淮化不远的龚家壮 血斩还在持续 董奇武旅长率部反击日军 重新夺回龚家壮 之后日军又集结1000余人 以及10辆坦克15架飞机 开始了不要命的反复 董奇武帅部打退了日军四次冲锋 重伤不下火线 回到南淮化阵地 此地被称为全县索要 关系新口战役的全局 10月14日 郝孟林军长亲临一线 对将士们说出了这样的番话 如果我郝孟林后退一步 你们都可以向我开枪 我们一天不死 抗日的责任就不算完 魏力皇深知南淮化的重要性 投入了五个旅进行作战 同时朱老总指挥我军 截断敌后交通 阻断日军增援 严锡山也拿出了家底 配合魏力皇的行动 10月16日 南淮化反击战正式打响 218旅从龚家庄 向南淮化日军侧备攻击 一举攻占南淮化北端河岸 同时郝孟林率部 与反扑的日军死磕 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而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1300高地 铁攻击阳老星 这次大放了起来 放出话来 夺回1300高地者 赏大赢50万 魏力皇附和 再赏青天白尔勋章 国军士气大振 接连攻克日军数个山头 郝孟林为了避免天亮后 日军的炮火威胁 亲自率部乘胜追击 然而在混战中 郝孟林不幸被机枪子弹打中 之后经过昼夜激战 南淮化的日军 大部分被歼灭 双方死伤数千人 郝孟林中将 刘嘉林少将 郑廷真少将 军壮烈殉国 1937年 郝孟林军长的灵鹫 被转运到武汉 一万多人自发走上街头 为这位康尔英雄送行 郝孟林牺牲后 老蒋集电 同关的41军 增援新口 严锡山也命令 94师和1741部 赶赴新口 权归魏力皇指挥 然而日军也在不断登兵 双方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 同时 我军也为新口会战 做出了巨大贡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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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